狐马子 从前有一个年轻人 独自一人生活在山间的小狐狸 他做事总是想当然 自以为是 不虚心向长辈求教 所以经常会闹出笑话 他有一个嗜好 特别喜欢吃狐马子 什么是狐马子呢 其实就是亚麻这种作物的种子 这天他又在吃狐马子了 怎么这么苦 还这么色 要是把它炸一下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次就不一样了 又香又脆 要是把这个好吃的狐马子 种到田里去 那不就可以长出 好吃的狐马子来了吗 第二天 年轻人真的准备了一大袋 炸过的狐马子 去田里播种 在路上 他又遇见了好心的老农夫 年轻人 马上就要到秋天了 这个时节 你还要去田里种什么东西 这位老婆 我是要去种 炸过的狐马子 什么 炸过的狐马子 是啊 炸过的狐马子又香又脆 种到田里去 这样就有更多好吃的狐马子 那该多好啊 这个 还没等老农夫开口 年轻人就已经急急忙忙地下田去了 于是 这个人开始了他大胆的实验 年轻人每天都到田笼上 查看他种下的狐马子 但是一个眼儿也没看见 年轻人要么走来走去 要么跺脚 十分焦急 于是年轻人决定下到田里 把狐马子刨出来 怎么会这样呢 这位老婆 您能告诉我 为什么狐马子都长不出来呢 你用炸过的种子来播种 当然永远长不出狐马子了 你不能自以为可以就破坏了植物生长规律 这样岂不是八苗助长得不偿失吗 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 不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 不管如何心情努力 也是难以开花结果 也是难以开花结果 不温度不遵循 不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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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